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布萊克薛薛 嗨 大家有沒有就是搭過電梯 然後遇見過那種很尷尬的事情 可是 你有逃不了呢? 大家好 大學的時候我們大概就會住在 租套房 就是住在學校附近 那很常可能就是你那個大樓有沒有 就是大家都會住在一起 可能別的系的啊 自己同班的啊 自己同校都會住在同一種大樓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認識 都會知道彼此是誰 然後那一天呢 我要出去 跟別人約會 這樣子 然後我就 很開心的 就打電梯這樣 我就是出去按電梯 我要下樓 然後打開門之後呢 欸 是我認識的欸 是那個 別的系的朋友這樣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 去哪 去哪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啦就是 我今天要跟喜歡的人出去啊 然後 我還特別找說哪個餐廳好吃啊 然後我今天還打扮了一下 想說要給他一個好印象 我真的蠻喜歡他 真的想要追到他 這樣子 電梯裡面那個人 就是別的系的朋友 就跟我說 我是問你說 人生要多尷尬 人生真的是最尷尬欸 我覺得你住的 你是不用這樣子吧 你可以跟我聊天吧 你還這樣子 然後我就回他說 一樓啊 怎樣 我們做人不可以輸 我們就要氣勢先贏 我就說 一樓啊 怎樣 然後他就說 然後我跟他就再也沒有講過 哇 我覺得齁 你做人齁 就是可以厚道一點啊 就是跟我聊天啊 跟我聊一下說 我要去吃什麼啊 你有不要這樣戳破別人嗎 奇怪欸 去哪 原理是問我說 你要去吃幾樓 我覺得很流利 好的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嗎 如果喜歡的話 你還沒訂閱嗎 幫我按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喔 給我一些支持跟鼓勵 拜託拜託拜託喔 隨隨便會拍更多好看的影片 給你們分享 要訂閱喔 拜拜